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奔署预理就业中心 在26号举办了联合征裁活动 除了长照照护之外 疫情过后 观光餐饮旅宿业也大开缺 不仅社会新鲜人 现场还有不少新住民求职 从家庭要重新投入职场 简单的开幕一时后 突飞猛进新兴向荣 2023联合征裁活动 18家在地企业参与 共提供158名职缺 求职民众锁定焦点 与真才企业厂商职求对决面试求职 工程技术人员跟宽品人员 也没有什么限制 宽品的试问 一定要为电脑 成宽品联网的技术 基本技术一定要为 工程不论就是学习就可以 需要工作的加入我们东洋 企业厂商不仅提供 优良的职场环境 以及优务的薪资 长照居服机构人力职缺行 员工以仁海战术来应付求职潮 疫情过后百工百业开始复苏 就业市场人才需求增加 不仅社会新鲜人或退休人士 现场也有不少新住民来求职 重新投入就业实场 那有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像找part time part time 每天待在家里 画手机绝对很浪费时间 所以说 太太小时工啊或什么 大真采这个活动 你觉得说对你们有什么帮忙吗 还是会哦 还蛮有啊 怎么说 蛮有啊 因为在玉里正在我们知性可能 经常可能比较少上网 我们知性比较少 所以说呢 外界的知性比较少 刚好有这个正在活动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看 有没有适合我们的知性 劳动部劳力发展署 北分署 玉里就业服务中心 今天上午在玉里高中体育馆 举办 突飞猛进 欣欣向荣2023联合真才活动 是疫情过后 首场的大型真才活动 职缺需求多 也多个行业领域 那在我们玉里南区的 六个乡镇的部分 我们都会着重在这个 餐饮业业跟女素业的部分 所以这一次的18家厂商 提供了158个职缺 那其中就包括了 我们的餐饮业跟女素业 那在观光女素业的部分 有我们很知名的 瑞穗天河国际酒店 还有我们在地知名的特堂商业 和我们的天河女素等等 那另外餐饮业也有像这个 香油香合餐公司等等的部分 那这个在观光业 女素业跟餐饮业的部分 其实政府也提供了相关的 这个就业奖励金的部分 所以如果民众可以来预争 那能够录取上工就业的话 也可以临一些就业奖励的部分 希望可以帮助到民众跟厂商 可以找到他要的工作 跟找到他要的联債 疫情过后 玉璃就有服务站 首办大型征裁活动 有18家在地企业参与 提供了158名的职缺 吸引许多求职民众来找投入 尤其观光产业好转起色 也使得餐饮履宿直缺大开 成为首选也成功没合率高 记者是玉璃玉璃站采访报道